今年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週年 那這些年我在華盛頓的採訪就注意到 美國智庫跟媒體對中國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跟互不侵犯等原則的關注 特別是在這幾年中國在中東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 像是促成了沙特跟伊朗握手言和 那當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就特別點出 中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受到沙特方面的擁抱跟支持的 而美國智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也在報告中指出 中國通過主辦和平有關的論壇跟提出跟和平有關的計劃 不只是得到中東國家的支持 許多非洲的國家也相當的認同 而在美國以外像是總部在歐洲的媒體現代外交 這個月就發表專文來談說這原則會源自於亞洲 是因為亞洲倡導和平以外也沒有對其他的大陸強迫灌輸思想的傳統 不像歐洲總認為歐洲掌握著真理 而菲律賓的《太陽星報》也看了專文 裡面提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實是源自於中國的傳統 因為早在春秋時期的左傳就提到 親人善靈 國之寶也 也就是堅持親愛仁義之道與鄰國友好相處 是立國的法寶 ,不成功